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植看門道 我是安祖哥 2022年7月8號 中華職棒統一師隊主場迎戰樂天桃園隊比賽 四局下半統一隊進攻 兩人出局二三類有人 打著林俊翰上場打擊 球速在一毫兩壞之後 樂天捕手炎紅軍發動牽制傳向三壘 企圖抓到三壘跑者林子豪 而林子豪健壯立即撲毀三壘 雖然看起來比較早撲毀三壘 三壘省第一時間判安全回壘 只是梁家董跟樂天教練團要求挑戰 於是樂天申請電視輔助判決 透過慢動作重播來看 梁家董一邊移動過去三壘 一邊注視著延紅軍的傳球 然後左腳剛好踩到回壘的林子豪右手 造成林子豪受傷 當時梁家董的注意力在防守上 他接到球之後 確實刻意的將腳橫擺在壘包之前 不過是為了阻止林子豪回壘 應該沒有想要踩手的企圖 他第一時間也是朝秋奇士跟教練團要求挑戰 所以也沒有第一時間跟林子豪致意 鏡頭上也沒有拍到梁家董是否有去道歉 但因為梁隊現在是戰機一二名的球隊 打天王上站立 本來氣氛就很緊繃 加上現場大一幕播出梁家董 踩到林子豪造成受傷 也因此讓獅隊以及球迷不太開心 釀下後續衝突的種子 比賽來到6局上半 輪到梁家董上場打擊 這次發生4局下那個觸殺PLAY之後 首次站上打擊區 而主審計劃溫先生也察覺到氣氛不太對 先上去投手球 跟師隊投手胡志偉講兩句 胡志偉笑笑回應後 梁家董準備打擊 此時現場已經響起噓聲 梁家董也是笑笑 胡志偉看完暗號後 那過去沒辦法的時候可能 噢 大超免來了 哇 胡志偉這一顆球 第一球就來一顆151公里速球 直接往梁家董身上砸過去 主審計劃溫 雖然第一時間跑上去 對兩隊發出警告動作 但兩隊球員已經按捺不住火氣 板凳清空 雙方有不少激烈的推擠動作 場上球員形成好幾組推擠動作 一波未平一波又緊 在出身球之前 主審已經有上去跟胡志偉講話 因此主審認定胡志偉故意投出身球 將他驅逐出場 同時警告雙方不得再砸人 最後樂天在這個半局 再攻下10分拉開比數 統一球員胡志偉 故意出身球 立即驅逐出場 6局下半 統一進攻 滿磊兩人出局 樂天後援投手許俊陽 在兩好一壞之後 三陣掉了林俊翰 此時他走回休息室時 激動的對著看台的球迷 講了幾句話 並且還帶有手勢動作 繼續為比賽帶來激情 接著7局上半 樂天隊進攻 同一隊更換投手為劉宇成 梁家榮伴隨著虛身 再次站上打擊區 第一球外角挖地瓜的紫插球 第二球一顆失控的內角速球 砸到梁家榮大腿 此時樂天休息室 蔡正宇跑出來 直接對著劉宇成撞上去 引爆第二次的板凳清空衝突 雙方再次激烈推擠拉扯 幾波衝突結束之後 又產生其他拉扯 而梁家榮則是找到了林子豪 跟他致歉 這破衝突過程中 蔡正宇衝出來推擠劉宇成 同一央頭柯瑞被拍到揮拳動作 而劉宇成則是因為之前 主審已經警告過雙方不得再砸人 所以三位選手被驅逐出場 樂天教練團也將梁家榮換下場 在國外 美國支棒就有類似的潛規則 當隊友被對手弄受傷後 我就要找機會討回來 2016年9月25號 海盜隊主場迎戰國民隊 三局上Brice Harper打出三連打 此時海盜隊回傳球偏掉 海盜三類手江振浩 為了避免 Harper繼續穿本壘 於是在 Harper發現球傳偏之前 做假動作接球要觸殺來騙 Harper Harper情急之下 在三類前兩步距離緊急鋪雷 同時造成左手大拇指挫傷 下個半局江振浩上場打擊 國民偷手AJ Cole第一球就往江振浩身上投過去 但被江振浩彎閃掉 主神雖然第一時間將Cole趕出場 但卻阻止不了雙方板凳清空的火爆場面